基隆市警局今年4月侦破一起犯毒案 网上溯源查出主贤竟是33岁 因涉及枪炮与毒品等案 遭通气的王姓男子 经调查这名王姓范贤 经常出没在台北市南港和松山以带 脾气火爆而且沾染毒品入不敷出 多次情绪失控 日益开枪械犯市警 由于他居无定所 而且随身携带枪械极度危险 经专案小组监控数个月掌控地点埋伏后 19号终于在松山区巴德路顺利将王姓主贤 和其26岁的中姓女友一并查气道案 基隆市刑大真一队队长李清云说 王姓嫌犯 他本身是有毒品枪炮 还有防害公物伤害的通缺 气跑在逃 逃往了快半年多了 我们最后亲自以后 就开始掌控他所有心中 结果在认为时机适当之下 等他从旅馆下来的时候 一用而上 不费一枪一弹 就顺利逮捕回案 另外全案同步也查气道 包括已经遭通缉 隐姓埋名 逃亡多年的流姓等三名贩毒药缴 全案讯后已依违反枪炮弹药 刀卸管制条例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市林地检署侦办 金广记者谢文慧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